所以我想我们还是在把这个题目谈一下 我又再回到第一个方法 就是你看到它的时候 你看到哪些重点你觉得比较受用 为什么 我觉得比较受用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力量 然后还有就是不要觉得自己好像 没有办法为这个很大的议题做什么 就是每个人加工起来是很重要的 然后还有就是不要把自己的意见不当一回事 就是它里面有提到说 就是你可以去看你的政府有哪一些法案是跟绿色有关的 那你可以想办法说 我没有办法参与游说 或是推行这个方案 我觉得这一点是我在影片里面看到 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你学什么 国貌 国貌 对 所以那里面是不是有很多机会 其实我会觉得 就是我会觉得像我自己看到这些影片 然后我去反省我自己会觉得 我会很习惯用舊的思维或是以前的那种思考模式去思考 去看这个正在改变中的世界 可是既然这个世界正在改变中 那样子的话 就是舊的规则一定是不是用于这个正在改变的世界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我自己要去调整跟成长的地方才有办法就是以后可以入走的比较长 好谢谢谢谢 这位同学讲的很好 我觉得就是他就是他提出很多数据就是给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就是如果做绿化可以就是就是因为我觉得绿化如果就是变成大家就是对大家都有利就是他有一些就是说我们可以省下的金钱什么他告诉大家然后就是可以让大家更多享乐 我觉得就是因为产品就是我们做小东西然后就是大量的然后如果就是有办法就是从小东西然后大量的东西来做起就是可以影响力很大的 公司为什么一定是小东西 不一定 对啊不一定是小东西不要把公司变成小东西那就很可惜 这样我觉得里面就比较 嗯 他讲的一个就是 就是预测未来这样的方法就可以创造完 因为我们可以有一些实际的行动去支持或者是创造一些未来的东西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就是他就是还有老师刚刚讲的就是简单的改变你可以创造比较大的进步或是改变就是 不管是小小的想法或小的动作他只要是有一点 嗯 嗯 就是可以去去尝试 然后也不一定说要用到很复杂很复杂的科技或是 嗯 很繁复的手续什么这样的 对 谢谢 谢谢 这个教室 如果我们要让它更绿一点 除了以致是绿的以外 我们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我觉得绿设计并不一定是把东西变成绿色它就是一个绿化的过程 可能是他对于资源的写生然后把它做到最简化然后却有一样的用途那其实就算是一个绿色技术 那可以讲刚刚那个吗 可以啊 嗯 就他的影片当中觉得最多看到他讲的话就是拿来拿 就是他 嗯 他举了很多国家的例子 然后 哪一个地方他都有 很小的地方开始做起 然后对一个城市或对一个国家他都有 嗯 在数据上都有非常大的效果 但是 就地球整体而言 这些只是 他们 当初以国家为整体这样子那一个小部分的东西 那 就是现在 嗯 他想要用一些大公司的力量或者是 他希望一些 具有 这些 足够能力的人 他可以跳出来去做一些 影响力带动其他人 那 嗯 现在太多人就是 嗯 觉得自己 并不是 那么重要 但是其实一个人的力量 然后可以去影响他人的话 就是如果大家都 把自我的一些 嗯 权利或者是利益都抛弃掉之后 去为大整体 嗯 就是整个地球去想的话 这样子一个影响一个 一定会像 就是 当初 他们在为国家 就是为一个地方 做一些节省资源 这一个动作 会对这个地球更容易的帮助 好 谢谢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试验 我们把这两排灯关起来看看 好 各位看得到自己的笔记吗 所以表示我们灯是白开的不是吗 不是吗 所以我们可以不开不是吗 很简单的例子 这个大概就是我们每一天都要注意的细节 意思就是说 现在 因为这个教室原来的设计 它光线就够 两边有窗 又可以通风 所以当我们进了一个房间 我们觉得碰 一下就要打开来 我们在上这一类的课的时候 其实也不见得需要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小实验的例子 来 要不要跟大家说 我看到就是 有影响到的就是 他举了一些例子说 就算这个企业不是强项 或是他的主要的业务 是在那个部分 但他还是可以 就是用他的力量去达到说 就算他本来不是做这个 但是他还是可以 在别的面向产生一定的效果 跟就是对世界的帮助 那就是 像我们这边有这么多不同科系的 然后不同专业的 是不是也可以 用自己的想法 或是自己领域的看法 然后创造出一些 就不同于以往 我们能够想到的东西 然后也造福地球 造福社会 那我刚刚想到一点就是 那个神殿 神殿灯泡可能 比较不亮 或是比较不好用 但我觉得就是 Green Technique 可能切入点就是 它在于它的成本 就是大家觉得说 如果 假设能够 使用个人或是团体的力量 或是政府 或是企业去设计更好的产品的话 应该可以把成本压下来 就是当有一天 我们使用Green Technique 做出来的产品 比现阶段的 commercial的产品 还要来的便宜的话 我相信绿化速度会更快 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提供各个人的经验 因为去年去那个 去喜马拉雅山 就是印度跟巴基斯坦边界的地方 就发现 其实 那地方一年大概只有三个月 是没有冰封状态的 但是 当我们从那个 就是在佛学院往外看的时候 其实远端的那个 冰单的尖峰都已经融化 那个时候大概才八月到九月 但是 他们说是近十几年来 没有看过的现象 因为真的很明显 就是 原来应该冰封的那个 海拔 因为我们在海拔 已经3800多 所以 往外看的海拔的地方 应该都是冰封的 但是 就非常明显 就是完全都没有冰在那个地方 所以其实是 非常 非常吊诡一件事情 对 没有吊诡啦 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对啊 好 刚刚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他说 Walmart的那个冰柜 就是我们平常去超商里面看到的 他不是 卖的东西都是冷冻吗 不然就是冷藏吗 那他不是都是 开放式的吗 我们东西都可以这样拿吗 他现在都加了门 然后里头就用LED去做照明 那这样就不会把冷气漏的整个房间都是嘛 你觉得那个看法怎么样 会不会让你比较 不想买 不会 那 那为什么7-11不做 又可以省钱 你还是照买 他为什么不做 又可以省钱 你还是照买 现在台湾的超商门 知道说加了门 你还是会买 而且他会省电 对不对 用什么方法 对 就是他觉得你这样顺手会拿嘛 可是牛奶你还是照拿不是吗 牛奶都藏在里面嘛 所以他们现在是几度稀的就露出来 几度稀的就盖盖子 原因就是他为了鼓励你拿 可是 刚刚我们第一个不是讲到吗 我们现在都会想到企业有没有在做社会良心的事 所以我们也应该去鼓励做他 所以鼓励企业 不是要惩罚企业 是鼓励他说你应该做这个 这样 没错嘛 发email很简单嘛 找到他的网站 联络我们 一按 那他如果一个礼拜收到一千多封 他开始董事会就会开会了 可是一千多封才是问题啊 一千多封不难啊 我知道就是 你的信箱有几个人 一两百个吧 我一直觉得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 可是我们 你替大家做一个很简单的说 从这里按下去你就可以记 那大家就记 对嘛 对啊 对啊 那个我对于那个他女儿的那个话 会感到蛮震惊的就是说 嗯 你们 父辈那一代 被我们搞破坏 然后 我们这边 来弥补 其实我看到的希望就是 因为 那个我们 嗯 之前那一代并没有 发现这个问题 所以他们不会去说做什么 那现在慢慢的我们发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们开始左手做 还有带领的我们下一代 左手做 我看到的希望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面 嗯 那个人类的就是 嗯 其实人类蛮依赖于自己生长环境 就是你他受什么教育 他的所所环境是什么样 他之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就是就是怎样的 然后他们所采取的那个行动 就变成了一种习惯这样子 那我们我觉得蛮看到希望的就是 嗯 这样有一个大的这样环境 我觉得应该会局势越来越好 我们每一个 以后 我们下一代 以及下下一代 他们的意识一定是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意识 只要在我们那个政府 或者说我们全体的带领之下 嗯 我想说这些 你念什么 建筑 建筑 所以要记得你的房子设计要考虑这个 嗯 嗯 嗯 我是 我是大陆交流行 然后 我们 我家乡就是 一个小城市嘛 然后 最近就是 因为它 绿水能源做的不错 然后有很多 就是 科学家会去考察 他说 就是 一方面 它的 像太阳能 热水器是 普及率是99% 那样 就是 风力发电 就是很多都做的 在哪里啊 在山东 对啊 我想也是 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它那个那个报道里面又说 让它尴尬的是 它现在是山东那个GDP的 到处第三名啊 第二名 它既想发展经济 又想保持它的环境 有一个 在其中平衡 或者说是博弈的 这么一个过程 又有钢厂 或者是 是化肥厂 什么的 就是 我觉得 这是 也像是 它之前影片中有说的 就是一个发展和 环境的一个 一个矛盾吧 但是有一些 东西 比如说水费和电费 所以如果我们需要为这个东西去花钱的时候 就自然而然会节约了 这个 像之前我们的购物贷 就是随便的 随便嘛 就是这样 但后来它要付钱的时候 就不难了 对 大家会有一个意识 可能 在一些小小的改动上面 可以促进大家的东西 環保预期 谢谢 好 很好 那个 经济的发展跟 能源的节约 其实没有必然的 关系 它希望发展经济 它不一定要去 破坏到环境 是用 二十世纪的 发展经济的方法 它会破坏到环境 所以也许您的这个家乡 应该是说 既然已经用了这个天然的能源 都已经用到这么发达 它应该更进一步的去想 是说那我们的经济发展 要走哪一些 也是节能减碳的经济的路 说不定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没关系 现在 温室效应 或是什么绿设计之类的概念 其实大家都 大部分人都已经非常清楚 可是其实 真正就是有在想 或是做的人 就是非常少 因为大家都很害怕 就是 会带来的不方便 像刚刚那个省电灯泡 或者是 刚配例商店 还要多开一个门 这样 然后所以我觉得 现在大家都思考 是要如何 就是有 绿色界的概念 然后可是又不会 就是造成不妨 这样 如果 他开始说 开门的少五毛 开门拿的 同样的一个包子 少五毛 应该他比较多的买 对啊 所以这样就好了 他可以把旧的柜子摆在那里 然后做一些开门的 说开门的少五毛 这样不好了吗 不是很容易想 我想的也蛮类似的 就是现代消费者 大部分是 比较不容易改变自己 现代的生活习惯 因为他可能很不相信 就是新的东西会更好 或者是说 大公司之类的 怕他们不能接受这种改变 我觉得现在应该重点 是要说 设计者可以提出一个 新的或是 是比较方便的一种使用的模式 然后让消费者 可以不用改变太多 然后以前让大公司 相信他们 可以接受这种改变的设计 这个有一点点像糖衣 吃药一定会苦 所以你是说 那所以我就包一层糖 就是没有改变那么大 没有就是 还是有改变 只是说 可能 比如说 像一个室内的灯的话 就是有人在的时候 才会亮 然后人一出去 他会自动关上 那种 我是这样 类似这样的事 对 我了解你的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说 像 从前牙医的要消毒的药 都很苦 对不对 现在的牙医要消毒的药 都甜甜的 有点像口香糖 就是这个意思 他一样要消毒 可是他想的比较多一点 是说 苦你就不想来 可是如果甜甜的 你就想来 效果一样 他就做成甜的 而不要做成苦的 做成苦的 是因为他直接做出来 就是苦的 所以你刚刚讲的 我是说对 意思就是加一个糖衣 就是让一个 本来你不愿意接受的东西 就变成接受了 不然就是给鼓励 像我刚刚说的 你开门买一个包子少五毛 那大家就开个门 就无所谓了 就原本以为 就是绿化感觉就是 要成立一个新团队 然后开发新的设计 然后会浪费掉更多的资源 对 然后我们想看影片 就觉得获益很大 就是可能让更多人有工作 然后又可以节省很多资源 就还蛮压抑的 为什么你会觉得压抑 是因为原来 会不会更浪费 就是 你觉得会更浪费 可是你那个绿化会更浪费 的概念是从哪里来 我就觉得 就是可能我们要去开发其他一些 可能以前没有的技巧 然后或者是研发一些机器 然后来可能挖掘这些能源 是自己想出来说 这个一定会更浪费 还是说你从报章杂志电视看 自己觉得 自己觉得 好 确实 这位同学的分享我觉得很重要 他在谈是说 当他看到一个新东西的时候 他觉得说 那这个东西因为要改变 所以一定要比较大的投资 所以一定会有一些浪费等等 那那个是一个所有的改变里面最大的挑战 其实就是人怕改变就是怕损失 那所以像我们这一类的 像刚刚的这位投资家所做出来的沟通 确实也让你感觉 确实有好处嘛 所以你 你已经得到这个概念的开发 你就要让你的朋友 你的同学 他们不一定有机会在这个教室里听到嘛 对不对 你要让他们讲说你去看这个 那你这样子 你也等于是帮地球一个忙 因为地球现在非常需要人家帮忙 我们通常都在讲说 那个人很穷需要我们帮忙 我们有测瘾之心想要去帮忙 其实现在最需要人家帮忙的是地球 那地球如果没有把它帮好 最吃亏的人不是地球 因为地球是一个东西 所以最吃亏的是住在上面的人 包括你包括我 所以帮忙地球等于是帮忙我们自己 这个所以你要很努力的去帮忙地球 这个概念一定要有 刚刚那个讲者让我最感动的地方 就是他说了 一句话就是说 你如果不去做的话 你根本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相对于今天绿化这件事情来说 可能我们在想的过程当中就变得很复杂 然后最后就说 算了可能这个要钱了 然后浪费时间 浪费相反 那其实回过来想 你如果去做一些简单的事情 是不是也可以呼应绿化这件事情 像我们关灯这样 实在够简单吗 对 很简单的事情 其实并不难 或者是并不复杂 就是这么简单 OK 唉 对不起 走快一点 谢谢 就我从刚才的影片看 我就是说 刚 就是他提到说 沃玛绿化 就是说是从 神殿的灯泡 开始建立 然后还有从他的整个建筑的外观 然后做一些设计的改变 那其实这些他只是利用现有的资源 但我认为说就是 他刚刚那个演讲者他有提到说 应用三点工资的力量 个人的力量 还有政策的重要性这几个 那我觉得 我觉得这应该要整个综合起来 综合起来 然后就是从整个产业 从整个社会去做多个影响 就是 例如说 之前马拉 之前他的消费者网统 他有提到说 如果用多企业 跟影响多社群的一个概念 来创造一个就是 让整个产业整个驾驶店 作业有叙利化的一个工作 你也没有部落格 那你也没有Email 有 里面也没有朋友 里面也没有朋友 有 一大堆嘛 对 那你能不能发信 我觉得现在信 比较 没人要看你的信 信件比较 信件比较 用什么方法 你会用什么方法 我应该就是 可能要类似一个文章 或者用Facebook一些文章 或者说 像因为一些 好那你会不会做 可以请人家做 那为什么要请人家做 为什么自己不做 概念给他 你应该带头做 对 可不可以带头做 可以啊 可以 好很好 你讲了 我下一堂都会问你 你来秀给我看 你来秀给我看 现在就是要做一些 节能减碳的动作 然后 现在大家都很流行 就是鼓励用起脚要收回来 通勤这样子 他刚刚要 他刚刚 没关系 就是来的时候跟我说啊 昨天去参观他们 坐脚要车的那个工厂 然后他说 他们那个主办的业务跟他说 其实那种碳行为的脚要车 做了 是不可以回收的 对 所以我就想说 那 到底七家都是真的有在做节能减碳 还是只是又帮得到忙 这样子 有点矛盾 对 透过刚刚 这位投资家 他所说的话 我想我们同学在回应的时候 也都回应得很好 这里头呢 我们把它当成今天的结语 他在一开始的时候说 他很害怕 看到Al Gore的这个演讲 大家确实认为 我们有一个这个气候的危机 其实在Al Gore讲以前 有很多人讲 那很多人讲 为什么他们这些 你看这个投资家 看起来像不聪明的样子吗 不是 他看起来就很聪明的样子 但是他为什么会等到Al Gore讲 他才开始去跟朋友聊天的时候 聊到这个事呢 显然就是说 人通常会被他相信的人所影响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刚刚告诉同学们说 你要用你的力量去影响相信你的人 因为报纸上写也好 其他怎么样做也好 大家都知道 其实这种事情有谁不知道呢 大家都知道 但是等着两件事 一个就是做就对了 你就去做 就像我们刚刚说 没有注意到 我们把灯关起来吧 本来我担心的是说 如果这里关灯是为了让大家看见 你们那边关灯很可能笔记都看不见 我刚刚在那里看的时候 我发现 事实上上面下来的日光灯的照度 跟旁边进来的这个阳光的照度 比起来阳光大得多 因为日光灯只有一点点提供给你一点点 可是每一个40瓦40瓦40瓦 这个一个方形的就120瓦 我们开的这个教室 这两个不算 其他的就是12345678910 120瓦乘以10就是1200瓦 那我们上4个小时就是1200瓦的4个小时的用点 你通常觉得40瓦没什么 可是1200瓦就有点什么 这是因为我们很多人集合起来 它就会开始产生很大的这个消耗 类似这样的东西 我们只要是试试看 觉得没有什么影响 稍微有点点不方便 我们都稍微忍耐一下 让它过去的话 我想它就会开始变成习惯 我们就开始会去想 会去想 我相信经过我们今天的这个小小的实验 当你回到家里回到宿舍的时候 你也会去试试看 我关一下会有什么影响 不开有什么影响 你开始会去做这个动作 因为没有一个人是想把地球弄坏 可是我们通常都因为 就像我刚刚说的 专业的习惯 我们在生活上觉得 我已经活这么多年都是这样做了 所以我们已经有一个习惯 那个习惯如果没有改的话 刚刚我们那位同学去年到 喜马拉雅山去看到 那个山头上没有血的这个景象 就会持续恶化 我们至少让它不要持续恶化 救不起来也不能让它恶化 所以我们就要开始先刹车再说 所以刹车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自己用掉二氧化碳 因为所有的灾害都是二氧化碳排放来的 所以我们真正要对二氧化碳 不是免费的这件事情有感觉 有感觉 那每一件事情都去想到说 我的二氧化碳今天用掉多少 那些事情其实坦白说不是为你想 不是为你想 因为在你的世界里面 地球会恶化到不能住 不是在你这一代 是在你的下一代 是在你的下一代 你这一代最多会碰到的是一些灾害 就是像八八水灾 水那么快 连逃都逃不掉 就是那一种 你可能感觉还不到那种感觉 可是你的下一代 如果我们这一代不刹车的时候 下一代它吃亏就吃很大 你愿意你的后代真的吃那么大亏吗 你知道那种亏是什么吗 没有东西吃 没有水喝 不是富有的国家就有 它是真的就没有 它不下雨你要怎样有水 它不下雨作物不出来 它怎样有食物 它整个气候变坏的时候 为什么说climate crisis 气候危机 是气候影响粮食 粮食影响人类的生存 气候影响用水 用水影响人类的生存 所以这个才是真正严重的问题 不然你说下雨我躲一躲 淹水我爬一爬 那好像看起来都还OK 没东西吃怎么办 没水喝怎么办 但是这个不会出现在这一代 出现在下一代 那那个才是我们一直在讲 绿色是责任 然后我们设计要有思想 然后世界正在改变 整个品牌正在重组 所以这个是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三个重点 那希望大家知道 再回到第一章 如果有休克 你有这个发现同学没有来 你怕他吃亏 你最好要告诉他 这个 这个 请他上网去看一下 这个 我们作业要怎么做 我再说一次 请你在11月17号中午12点以前完成上载 在下午2点钟以前完成通知 通知的地方是 我们上面写的 你上载的地方是Google的Picasa 那这个 如果你没有 我故意没有选Freaker 选Picasa的原因 是因为比较少人用Picasa 就是想要你练习一下怎么样去做这件事情 那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在网路上找15张照片 用5张5张5张一组去解释 什么是品牌 什么是设计 什么是行销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透过这样的练习中间 把一些这个知识更增进 那这个选修的同学如果觉得 也希望练习一下 我的意思是说旁听的同学也希望练习一下 我也不反对 你们也可以把它上载来 我想这个都是一个 让自己进步的机会 所以以上报告完毕 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